一二十一 到家了 咱们不走了 今天就在下面过夜了 这边一直是上坡要爬山 晚上的话爬山很危险 咱们下去吧 这里的主人回来了 他能不能按我进去过夜啊 美好啊 临时住在这里的啊 问题给我尴尬了 哎大门没关 哎你没关门呢 我可不可以进来啊 喂 不理我 他这里面秀的是水泥路啊 这边这路很破 我本来以为去准备去那边的 他突然回来了啊 这里这家主人 里面全是大棚 我跟他问话也不应 我想进去露营 行不行啊 啊 他晚上要不要锁门的 那个大叔好像也不太好说话 关键是他人也在那边去了 嗯算了吧 咱们就在荒郊野外露营吧 反正就一晚上明天就走了 是吧 哎呀 这个快七点了 天黑了 这个你看 雾气起来了啊 整个山口里面一片朦胧感啊 大雾起来了 走吧 咱们继续向前 去荒野吧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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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游的,玩的 上午没吃完的 还有这么多米饭 直接热一下吧 不用再做拿 做比较麻烦 也够吃了 就这个菜有点少 没关系 今天晚上就少吃一点 这次饱又煮了一顿土豆 加白米饭 这次控制的火候非常的好 没有煮糊 有没有黑锅 我也要还不错 早上七点起床了 朋友们 昨天晚上没有下雨 我以为这里会下雨的 北方呼呼的从这个方向刮过来 还是有点冷的 多穿点吧 这个地方靠近陕西 靠近山西 靠近山西的大同方向 陕西的陕州方向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这个 河南省山门下 林宝市和林宝市 还有80公里不到 昨天晚上啊 由于这全是山路爬坡 推车占用了很大时间 所以搞到天黑七八点 我实在没有地方去了 就看到这里一个下坡 就把车推下来露营了 今天就准备继续出发了 今天这个上坡不知道怎么推啊 因为后车几百斤 昨天晚上我考虑了一下 朋友们 昨天我都准备要换车了 后面考虑了一下 想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说把前车 把后车里面的东西 重的东西嘛 那个电池啊 还有太阳灯板啊 还有一些什么很重的东西 先把它运到一个地方 先上坡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再让后车 再把它回过来 把后车拉过去 再把东西拿上 就要分两次 这样的话 这个坡都可以上 你如果直接拉上的话 那很难上的 它会打滑 爬都爬不动 因为后面东西比较重 有几百斤 不然的话 我就要叫霍拉拉了 霍拉拉我刚刚想 那还要叫一个比较大的车才行 因为这两个车又这么大 是吧 不好装 如果只一个车的话 还好装 所以比较难搞 好冷啊 我就随便做点吃的 就准备出发了 不说了 穿点毛线吧 太冷了 这个北风刮过来 还真的有点嫩 还好 咱们的东西因为多所以带的比较全 对这个冬天来说根本就无需担心 因为我这个毛线啊 衣服就带了很多很多 我这个衣服是够穿的 全部换成厚的吧 也不用耳锅一会 汽车的话就比较热了 我们就直接把昨天没吃完的那一点热一下就吃吧 很简单 就昨天晚上不是后面又炖了一个土豆饭吗 就这么一点点的 我把它是热一下吃了算了吧 因为感觉也不太热 肚子也不太热 吃太多也吃不下 吃太多就吃 Wait One αυτ device我也想想吃 吃太多了 嘴将认客 非常酱 az вопросы 记者 保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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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坡也很大呀 我要不要分两次上啊朋友们 这个坡不知道能不能上 好 先试一下吧 我估计够呃 这个坡 我估计很难上 啊 打滑了 上不去啊 直接开始打滑了 呃 分成两次上吧 比较难搞 直接打滑了 我估计够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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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这个拉上去 我估计够呃 这个呃 嗯 嗯 嗯 哇 这里边 它种了 它来这里边 这个 它拉还是拉在上来啊 这个 这儿 这儿 这个 这儿 这儿又不太 早上都不用想 我越来越少,要是小一点 你吃吗? 嗯 现在怎么要是要开呀 可以吃个蛋饭来看不久 你过来了 那是过来了 我过来了 我过来了 哎呦 你楼过了 你上面能骑上去啊 骑不上去我就归回 反正东西就运上去 它就太能中 那东西拿出来它就能上了 那那个电池也中了 好 运动了一下浑身发疼 热 准备 看一下这个上面又是一个大坡 朋友们 这小坡上了上面大坡不知道怎么上 先上去吧 这个后车拿掉了之后 轻轻松松的就推上来了 哎呀太轻松了 完全不是一个重量 好棒 朋友们 很轻松就推上来了 哇